如果有一天 我們再見面 時間會不會 都對一點 如果朴友天 我們再見面 廁所會不會又變髒了一點 最近的廁所紅人 朴友天的醜聞越來越多 越來越難看 才僅僅一天就被四名女性受害者 相繼爆料她的廁所性侵案件 爆料者的共通性就是 都是酒店妹子 欸等等她不是在當兵嗎 是啊服役還出入這種 不甘不禁的場所這樣對嗎 還不只如此喔 連在酒店裡玩什麼都一併被爆料了出來 這脫衣酒店不只跳脫衣舞 他們只穿著內褲 一直做著充滿暗示性的動作 還把香菸夾在私密處 在一邊脫一邊 不不不這我實在說不下去了 雖說藝人也是一般人 但畢竟你是公眾人物 一舉一動可是會被大家 放大檢視的呢 服役有犯案 公眾人物又出這種醜聞 這一下子對朴友天 真是一大重擊啊 朴友天還有明天嗎 如果還有明天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像是要鑽滿你的臉